大家好我是Jerman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我在德國的第一支影片 這次是受到動視暴雪的邀請前往歐洲最大的電玩展Gapscom Gapscom每年都固定會在德國的科隆舉辦 科隆最著名的就是科隆大教堂 它號稱是全世界最美麗的教堂之一 總共蓋了600年才蓋好真是太驚人了 而且大家不要看科隆大教堂這樣黑黑的 其實它原本的顏色是米白色的 只是酸雨加上空氣污染才變成這副模樣 也因此當地政府每年都要播很多的預算來清潔跟整修教堂 聽說這個教堂一年四季都在整修 我去的時候的確也有看到櫻架 而教堂旁邊就是美麗的萊茵河 有很多人在這邊運動跟逛逛 而且8月的德國天氣很舒服 攝氏溫度在15-25度左右 也就是適合穿著不外套曬太陽的愜意天氣 接下來進入到這次的重點 科隆電玩展 德國政府本身是非常重視Gapscom人 甚至由德國總理梅克爾來擔任開幕的嘉賓 Gapscom的特色就是展場超級無敵劈大 戰地面積應該是全世界最大的電玩展 它總共有11個場館 每一個場館都快要跟一個台北電玩展一樣大 光是整個場館快速走一圈可能就要20-30分鐘 認真逛的話要逛好幾天才逛得完 而這次動視暴雪參展的作品中最受矚目的 就是即將在今年上市的天明2跟決勝時刻二戰 天明2我上次的E3就有試玩到 是一款科幻感很重的設計遊戲 那我們接下來馬上就要玩一下這一次的Cove Duty WW2的表現怎麼樣 因為之前E3包括阿神還有倩賞都跟我說非常的好玩 馬上就開始吧 GO 好的各位我們要開始試玩囉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的Cove Duty 2 WW2的畫面 那看起來我們好像是要防守這個海岸 因為其實在二戰當中有相當多經典的戰役都是在海邊進行的戰役 有沒有人有沒有人 哈哈哈哈 不錯不錯不錯 讓直接白人看看台灣人的厲害齁 我們這個模式是殲滅模式 要把敵方全部都殲滅就OK了 喔唷喔唷 What 但我還在熟悉Cove Duty的操作 我有一陣子沒有玩Cove Duty 我基本上跟大部分的射擊遊戲差不多啦 應該說Cove Duty就算是全世界最主流的射擊遊戲之一 所以其實很多射擊遊戲的設計也都會去參考Cove Duty 這邊這邊兩個這邊兩個 這邊兩個 可惡被殺掉了 剛剛沒有躲在掩體阿 我剛剛整個屁股被打掉 沒關係再一次喔 喔Victory我們獲勝啦 好我想我們來看一下結算分數阿 欸欸我們拿到了一個銅牌 Brozen Star 阿不錯阿 阿不錯阿 這個第一次玩Cove Duty WX2有個銅牌也是蠻好的 這邊這樣玩完後我也試了領地戰 它的規則非常簡單 除了擊殺對手外呢 我們要不斷的佔領據點並且競合的防守 節奏也是非常的快 而我最喜歡的是戰爭模式 當中我們要輪流擔任守方或攻方 攻方要在時間內完成進攻目標 例如在戰鬥中呢 我們還要搶修進攻用的木橋非常的忙喔 而守方則是要不斷的阻止對方完成各自各的任務 還有機會呢可以拿到空投物資 例如我撿到一把火焰槍燒起來 真的是超時烏鴉的啦 好的以上是這一次我在Gamescom 德國的這個Cove Duty 2的試玩喔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一次的Cove Duty WWII 非常非常的好玩 包括了它的一些槍種 相當有那個世界大戰的特色之外呢 我覺得它的多人模式玩起來也很熱血 而且其實第一次跟各國玩家一起玩 就在現場這樣子一起玩 其實很酷 你可以看到各種的那種叫囂聲 包括有法國人的叫聲啊 德國人的叫聲 但是有一個點就是呢 他們有邀請了幾個來自世界各地的 Cove Duty的超強的玩家也來到現場 所以呢 到中後期真的被虐殺的很慘 因為那些專業的玩家 大概熟悉這一代Cove Duty的系統之後呢 真的是太強了 那個準度實在太強 不過呢還是蠻喜歡這一次的Cove Duty 大家如果喜歡射擊遊戲的話 我覺得這次的 WWII 包括了前面提到了 它的射擊感 它的槍枝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多種的模式 尤其是 War Mode 就是那個戰爭模式 非常非常的酷 在多人的對戰當中的 你還要不斷地去完成它給你的目標 這點的話 真的非常有在二戰 而且歷史事件裡面的那種臨場感 那種資助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最後也要再次感謝Activision 邀請我來到德國參加科隆電玩展 真的規模非常非常的大 我有被嚇到 大家如果明年或是後年或是未來的八月 人在歐洲附近 或是德國附近的話呢 千萬不要錯過 這樣子一年一度的世界盛會了 我是Joeman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